如果是assignment 的分別 就是如果是assignment 通常餐館都是assignment 怎樣呢? 假設這個餐館的老闆 他那個業主租給這個餐館的麵包店 他租給他 誰知道這個麵包店說賣 他剩下的那兩年 他就賣了這個麵包店給人 人家就接著他 以後人家說個assignee 他要交租給這間屋的屋主 所以就不是assigner primary liable 他問題是這樣問的 A的答案是assignment B是sublist 答案A是assignment B是sublist 哪一個情形 現在就是說 某人租給我 我找些租仔 租仔之後給我錢 我要交給業主 那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 sublist 這個叫做sublist 這個叫做sublist 第二個題 五年生的那個 五年生的那個 去承住的時候 最後那兩年 就要交租給業主 就是這樣 OK 好 OK OK